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ASA最top,每天一个世界之最知识。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,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连环凶手,路易斯·阿尔弗雷多,绰号野兽,哥伦比亚强奸犯和连环杀手,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连环凶手。 1999年,据他自己承认,他一共强奸和伤害了147名年轻男孩,但是有证据显示,他伤害的人高达193人。 而一些人估计,潜在的被害人有300人以上,但是他只被判刑30年,由于他主动地承认自己的罪行,并协助警方找到藏匿尸体的地点。 法庭将他的刑期改制22年,很有可能在2023年被释放。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,这个扯淡的故事,哥伦比亚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地方。 这个地方不光诞生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毒孝,埃斯科瓦尔,也诞生了世界第一的连环杀人凶手。 Luis Alfredo Gravito Cubillos,于1957年1月25日,出生在哥伦比亚的热诺瓦镇。 在那里他与六个兄弟姐妹,他是老大,和父亲曼努埃尔·安东尼奥一起长大,但他从未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感情。 相反,殴打是通常的行为,他甚至遭受了各种酷刑,蜡烛灼伤,剃刀割伤,绑在树上用棍子打等等。 这些烦恼并不是Luis Alfredo在童年时期遭受的唯一创伤,一位家庭朋友在13岁时强健了他。 一段时间后,这个男孩试图通过雇佣杀手来报复,从此受害人成为贵子手,并养成了好道、易怒、精神病和偏执的性格。 再加上对孩子有强烈的性吸引力。 1999年4月22日,路易斯试图虐待一名未成年,一名路过该地区的街头流浪者,向当地的警察紧急通报了这件事情,并向路易斯投掷石块,以防止他虐待这名儿童。 在正名儿童被转移到安全区以后,警察带走了路易斯。 最开始的时候,路易斯试图用假名来糊弄过去,然而在同年的7月20日,警察关联的过去的罪行,并认定了他的身份。 在审讯开始时,他否认对114名受害者的死亡负责,但是警察对所有这些都记录在案。 这要归功于警方在Gravito女友家中没收的日记,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他的罪行,然后警察开始逼迫他。 第一,有证据,在犯罪现场,他们发现了,绑住孩子的绳索,尸体上的DNA痕迹,以及一个空的白蓝地酒瓶,都是同一个品牌。 他们还设法勾勒出他们近年来的行踪,并且与谋杀发生的日期相吻合。 乘坐公共汽车,入住酒店,投诉醉酒争吵。 但是这些迹象都没有始练同匹崩溃,只有当科学家的一名成员,向他提供了一份关于他杀害儿童的方式的详细研究报告时,听到别人说他自己的犯罪行为使他崩溃了。 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他一直在说话,他要了一张地图和他记录罪行的一程,然后,他指着地图说,我在这里埋葬了所有的尸体。 他一个接一个的分解日期,城市和写在旁边的每个地点,1,2,3,4,取决于他在每个镇上杀死了多少小家伙。 这个可怕的凶手自1992年以来,在哥伦比亚的11个省虐待和谋杀了。 很多的未成年人,1992年他对一个孩子犯下了,他的第一起谋杀案,他在触摸了受害人的私处以后,用刀杀死了受害人。 路易斯使用各种各样的身份,比如牧师、农民、老人街头、小贩、无家可归者等各种身份。 这就是为了吸引8至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。 为了获取这些人的信任,路易斯会和他们聊天给他们买酒,或者是给他们一些钱。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,他就会带这些未成年去农村。 一旦离开市区,变态的路易斯就开始虐待并谋杀,这些未成年人,许多的尸体显示,被斩首被捆绑,被肢解。 当他被逮捕后,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,在法庭上,他说他小的时候被他的父亲虐待及性侵,还有他父亲的朋友,他的邻居等,也对他进行了性侵,所以造成了他的精神疾病。 但是我个人认为,这并不能解释他这种变态且残忍的行为。 接下来荒唐的事情发生了,扯淡的法律,在如此多罪案当中,法院只判了他其中的139宗有罪。 这139宗谋杀,加起来的刑期长达1853年又9天,但是因为哥伦比亚法律设定,有期徒刑的期限上限为30年,因此他被判入于30年。 更扯淡的是,由于他在狱中绘画了被害人尸体的地图,法院便将刑期减至22年,他在狱中表现良好,他更有机会提前被释放。 也就是今年2023年,真是神奇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哥伦比亚。 当路易斯的刑期被减少到22年时,哥伦比亚国民都恐惧他的提前释放,并希望判他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。 但是这两种法律,在哥伦比亚中并不适用。 我个人对这种荒唐的哥伦比亚法律,是十分的厌恶的。 当一个谋杀了几百条人命的杀人凶手,却只被判了30年,还能提前被释放。 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鼓励人们犯罪,即使是杀了许多的人,也不用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。 我想这就是造成的拉丁美洲有如此多的犯罪的原因,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,有一项法律就是抢劫没有达到500美元,是不用坐牢的,就导致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抢劫率特别特别的高。 当人们身处在这么一个荒唐的地方法律并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,那么这个地方,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地方。 各位观众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第一的连环杀人凶手,以及哥伦比亚这种荒唐的法律?欢迎留言和讨论。